张飞他就是猛张飞嘛 就知道打 但诸葛利亚他不带枪 但是他是指挥这些武将的 所以你高的智商呢 还是体现了一个谋略水平 张老师他是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是无用质疑的 但是有一点特别让我担心 就是他在有一个问题上 已经和特朗普已经没有默契了 这就是螺丝问题 就是因为我也在关注 我在关注那个特朗普的推特 然后他年底就发了一个说 我一直都知道普京是一个聪明的人 然后马迪斯就说了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危险 就是来自俄罗斯 而且说得比较直接 那马迪斯和特朗普 发现他们俩有这种矛盾 是怎么会解决的呀 怎么会影响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 现在关于跟俄罗斯的关系呢 由于特朗普是普京的粉丝 两人打个电话 普京本来想给特朗普打个电话 问问好 特朗普一听 谁 普京给我打的 你亲自给我打电话 你太客气了 本来我还想先跟你打 哥们咱们聊聊吧 聊了三个多小时 你别人也就是通过电话 这个特朗普通过电话的国家领导人 没几个人 这两个手都能数过来 结果跟普京聊了三个小时 这个你说有什么可聊的 这俩又不认识 就是粉丝而已 就跟粉丝聊三个小时 那就是这是一个 然后的话呢 这个FBI FBI 国土安全部 他们把好多的证据 先给奥巴马总统汇报 情报部门 情报部门跟奥巴马汇报 说是这个 这个普京亲自下面领 这个俄罗斯的黑客 已经侵入到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竞选 竞选网络来了 竞选网络来了 这个奥巴马一看 这是问题严重 驱逐了35个俄罗斯的外交官 然后把两个房产给冻结了 说那就是据点 然后呢 这个普京呢 就是就想了想呢 以后跟特朗普关系还要搞好 就没有说对等驱逐 到时候第二天应该驱逐35名 美国的外交官 他考虑到给特朗普留个面子 特朗普说你好聪明 等我上来 你等几天 忍着点 等我上来 咱们哥们一定会好 那这样呢 就是情报部门呢 然后就想跟特朗普汇报 这个关于俄罗斯 这个进入他们的网络的事情 特朗普说我要情报部门干什么 你们都说假话 当年那个说 萨特朗普的大国民杀人武器呢 不是你们干的吗 说将来我不用情报部门 我用你们 还不如用那俄罗斯的情报部门 不用情报部门 国家要不用情报部门 他们都要失业了 急了 不行不行 我们一定要跟你汇报 跟他的团队就开始拍马屁 就开始汇报 这个终于听了一次汇报 这个特朗普他是个商人 平常搞点房地产生意呢 还求这些老爷们 所以现在呢 他被爸爸求求的 像三孙子似的 要跟他汇报 跟他汇报 他就说 说吧 给他吓坏了 从来一辈子 70岁没有听过这么多官员 跟他讲什么绝密的东西 他自己感觉 哇塞 绝密的 太厉害了 我能听到绝密的 他也没当过公务员 也不知道 听了之后 马上就说 哇真的 俄罗斯真是侵入我们的网络系统了 然后就开始发 发推特 就是真是侵入了干什么的 他的团队就说 你可千万别承认这事 你承认这事 什么逻辑呢 普京下命令 让他的黑客 侵入到民主党这个里头来 然后赶选票 然后帮你扶上来 你当选就是普京 这个搞的鬼 你这样的话 最后你还没就任呢 还有几天呢 要把你弄上去怎么办 哦原来是这样 那我不承认 俄罗斯跟这个没关系 就是他侵入了这个系统 但是对竞选结果 没有什么改善 没有影响 他现在就这样 那马蒂斯不喜欢 马蒂斯不喜欢 马蒂斯呢 他挑马蒂斯这个呢 将来用这个将军呢 将来就是跟俄罗斯一块反恐 所以我们从马蒂斯身上 也是在看特朗普 我们还有一个 关于他组建的 这个新政府的小片 我们一起来看 在特朗普的新任内阁中 马蒂斯不是唯一的军人 特朗普先后提名了 退役陆军中将迈克尔弗林 担任国防安全顾问 四星海军陆战队将军 约翰凯利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 有人戏称 特朗普搞出了